第十二卷第六章 妖子酥的翘脸埋在她的臂弯 黑发凌乱 英纯挂着浅浅的笑意 酒窝若隐若现 玉壁软软的横跟在她的胸膛上 雪白的大腿屈横在她的腹部 仿佛在睡梦中仍要将她紧紧勾缠 想起昨夜风雨 吃油心中又是一阵狂跳 又是畅往又是欢喜 忽然觉得身下冰凉 凝神望去竟是一小滩鲜血 接近床檐处 以凝结为薄薄的红冰 吃油一愣 难道她竟是处子之身 惊诧之中 又带着莫名的欢喜 心中怜惜之意更甚 莫得想起今日水腰僵持 心中一脸 猛地坐起身来 燕子苏迷迷糊糊地 逆声咕弄了几句 又将头枕在吃油的小腹上 含笑含睡 吃油见她脸如海棠 娇媳妇 娇媚慕懒 心中怦然 忍不住俯身 轻吻她的脸颊 其之 刚触到她的肌肤 燕子苏便忽然 睁开杏眼 低声笑道 呆子 你想偷占便宜吗 吃油心中一荡 笑道 既是我的女人 何必偷占呢 猛地吻在她的唇上 燕子苏文言 灯食全身贪软 英宁一声 软绵绵地 任她轻薄 吃油情热如火 缠绵片刻 想起水腰冰龙之事 连忙收敛心神 与她分开 说道 咱们起来吧 也不知那些水腰 什么时候来到 燕子苏双甲火红 水汪汪的眼中 满是柔情蜜意 逆声道 呆子 水腰来了 老邱儿夫妇 自会来叫醒咱们 吃油忽然一领 皱眉道 是啊 眼下已是正午 老邱儿 怎的还没有敲门 燕子苏一睁 眼中闪过不安的神色 默得直起身来 当下 俩人穿了衣裳 推门而出 厅堂中空空荡荡 石桌上 数无往日备好的食物 连声呼唤 却了无应答 俩人对望一眼 心中不祥之意 愈发强烈 直奔老邱儿夫妇的食物 石门半眼 轻轻一推 燕子苏登石 发出一声惊呼 朝后退去 只见老邱儿一家六口 横七竖八的 躺在石床上 地上 个个面色黑紫 瞪眼张口 神情精部 鲜血从七窍流出 宁为赤红的冰柱 死去已有多时 吃油面色铁青 愤怒欲狂 争利片刻 大步上前 颤抖着 将那小男孩 从地上抱起 那孩子死时 恐惧痛楚 脸颊上 还有一颗冰冻的泪水 僵化未化 想起这几日 他调皮可爱的笑容 四处蹦跳奔跑的身影 吃油的喉咙 仿佛被谁 饿住了一般 脑中空芒狂怒啊 燕子苏颤声道 一定是水妖来过了 吃油陡然一阵 轻轻放下 那男孩的尸首 朝外狂奔 屋外阳光灿烂 碧绿的树林 在海风中 青摇摆舞 缠声如雷 长草摇曳 野花绚烂 远处颇事起伏 时无错落 时值正无 偌大的海岛上 竟悄无人声 除了风声缠雨 便是可怕的死迹啊 吃油朝着 停泊渔船的港湾奔去 海浪奔卷 白沫飞扬 数十只渔船 安静地停泊在港内 随着波浪 飘摇起伏 燕子苏偏然追来 翘脸煞 翘脸煞白 低声讨 没人出海 俩人心中恐惧 越来越盛 回身朝着村里 急掠而去 一面大声呼喊 风声呼嚎 缠声秘籍 渔村街巷冷落 石屋济燃 空无人羽 正午的阳光照在青石板上 闪耀着残壁的冷光 两人在长巷中站定 恐惧森冷 隐也带着一份侥幸之意 石油猛地推开一道石门 冲进屋中 灯石将出 地上 躺着六七具尸首 进节蹊跷流血 惊不惨死 石油又怒又惧 浑身颤抖 墨的一掌 将石门 挤得粉碎 当下 大不流星 逐门逐户的搜寻 没看一户 心中便冰冷一分 待到石油 推开最后一个石屋的大门时 心中悲痛暴怒 直语发狂 全岛一百一十六户人家 六百八十一人 一夜之间 竟全部死绝了 老人 小孩 父女 死状相同 蹊跷流血 经步狂乱 痛出一击 石油想到这几日以来 岛上村民的热心相待 想到他们温暖 而真挚的笑颜 全身俱颤 悲不可疑 突然仰天发出 嘶哑的狂吼 声如惊雷 木叶乱飞 燕子苏见他 昂首怒吼 刀疤扭曲 说不出的 争您可不 心下害怕 忍不住朝后 退了一步 低声叫道 呆子 你 你这般好生吓人 吃油听若不闻 只是 嘶声背后 心中那悲怒仇恨 越来越加赤肉 如同火山一般 汹涌攀博 墨地转身朝海边 飞掠而去 燕子苏 墨一顿足 咬牙追去 海风呼啸 巨浪套铁 吃油 掠入港湾 解下一艘铁木船的缆绳 收毛起讲 便遇出海 燕子苏 飞也似的追逃 将缆绳紧紧拽住 叫道 呆子 你疯了吗 你静脉 尚未痊愈 真气不畅 那妖龙 又远非普通羞兽 你 你这般莽撞 不是自寻死路吗 吃油 勿结欲裂 河套 大丈夫 言出必见 有所必为 我昨日答应了路长老 岂能自食其言 就算粉身碎骨 也要先将这妖龙 碎尸万段 燕子苏道 那好 但终须养好了伤再说吧 若是你出了意外 又有谁 给这些乡亲报仇 石油 石油立声道 等我养好伤势 那妖龙说不定 便找不着了 这血海深仇 又要等到何时能报 燕子苏顿足道 呆子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沈楼城被攻灭 你也不忍到现在了吗 持油怒他 沈楼城是我自己之事 自然可急可缓 但这些村民 为了救我 惨遭横祸 我若是顾及自己性命 胃头缩脑 又怎对得起 六百八十一条人命 立声道 况且水妖 与我不共戴天 我今日 正要直倒海神宫 将这些臭鱼 焖虾 杀个干净 燕子苏又气又急 万般苦劝 吃油 只是不听 燕子苏急得 泪珠打转 怒道 呆子 海神宫中高手众多 又有许多兄弟的妖兽 你 眼圈一红 哭道 你若是出了意外 我 我也不想活了 吃油闻言 心中咯咚一响 灯石软了下去 莫得想到 全村老少横死的惨状 恨言怒火 历史又直管脑顶 满脸暴力杀气 喝道 放开 燕子苏紧抓不发 猪泪滚滚而下 哭道 呆子 你怎的就不明白我的心思 我不要你去送死 我不要你死 吃油狠下心不看他 沉声道 你若不随我出海 便在这岛上等我 待我杀了妖龙 倒了海神宫 自会回到岛上找你 莫得双臂一阵 碧绿色的真气 蓬然鼓舞 将缆绳瞬间震断 大浪重来 铁木船轰然荡起 随着波涛朝海外洋去 燕子苏顿足苦涛 站住 池油冲而不闻 奋力滑奖 破浪穿涛而去 蓝空白云飞舞 漫海避浪狂涛 铁木船在风浪中如电穿行 片刻便冲出白杖之遥 池油远远地听见身后传来燕子苏的哭叫声 被潮湿而迅猛的狂风撕裂得淡不可闻 心中绞痛 深知今日一去 或许永无相见之时 热泪险些便要夺狂而出 忍不住扭头望去 却见滔天巨浪中 燕子苏紫衣飘舞 御风踏浪 如落叶飘摇飞卷 逼荡追来 翘连雪白 欲助纵横 咬牙哭道 呆子 你非要逼我说出来吗 岛上村民 不是海神工人所杀 都是 都是我用骨毒杀死的 红龙 当事时 晴空中突然 响起一声惊雷 狂风背后 大浪怒笑 吃油仿佛 墨的被雷电劈着 周身疏然僵硬 直愣愣的回头望去 惊怒 惊怒 疑惑 悲痛 伤心 焦香杂陈 哑声道 你说什么 燕紫苏 燕紫苏 脸色煞白 呼的一阵 害怕 后悔 但 话一出口 索性 大声喊道 他们都是我杀的 不干海神工的事 今日 海神工来人 我怕他们将我们供了出来 所以就乘着黎明 你熟睡的时候 将他们全部杀了 吃油 泥素一般的站着 不可置信的望着燕紫苏 霜目中突然燃烧起熊熊怒火 面目扭曲猙獰 双拳紧默 周身骨骼 啪啦啦爆响 咬牙切齿 嘎然道 咬你 他们 他们救了我们 待我们直如亲人 恩德如此深厚 你竟然恩将仇报 浑身颤抖 语无伦次 悲怒之下 眼角竟浸出血泪来 两行血线 沿着刀疤扭曲的流过脸颊 显得说不出的凶恶凝厉 燕紫苏 站在浪尖上 东摇西摆 仰头颤声道 不错 我是恩将仇报 但在这世界上 我在乎的 只有你我两个人的性命 你说我自私也罢 冷血也罢 我绝技不能让任何人 威胁到我们 持有大吼 住口 眼中凶忙大声 脖颈清金抱起 森然道 我当真是瞎了眼 竟会和你这样冷血无情的妖女同流合物 我要杀了你 给六百多个冤魂磕头谢罪 暴吼声中 从铁木船上冲天飞起 如青龙绕舞 雷厉风行 燕紫苏 眼前一花 突厥 杀气破灭 心中大惊 想要避让 却已不及 脑中瞬间 闪过一个念头 召唤两星之 将他杀死 但电光石火间 想到他惨死的情景 灯时心如刀脚 郊躯俱颤 泪水山山 闭目仰头 欺然笑道 你杀了我吧 赤友如遭电击 大吼一声 巴拉巴拉 突然旋转着冲天飞起 掌中螺旋真气 轰然电冲 将席卷翻腾的巨浪 挤得碎墨飞扬 翻身跃回铁木船头 仰天狂吼 如滚滚惊雷 波涛僻翼 巨风失声 吃油 连吼了十几声 心中悲怒烧结 在船头跪倒 对着白石岛的方向 可三个响头 大声道 各位父老乡亲 在天之灵 这妖女与我有数次救命之恩 倘若我杀了她 便是忘恩负义 吃油不能亲手 燕子苏颤子苏颤声 我绝不让你平白去送死 吃油信中狂怒 灯石燃至废典 默地将真气调去右手 大喝一声 获然 豁然化手围绕 静止插入自己胸膛 燕子苏 尸声惊呼 险些被巨浪掀翻 鲜血喷射 吃油 大汗滚滚 咬牙 又是一声大鹤 血丝飞扬 硬生生 将自己的心脏 掏了出来 左手颤抖着 插入扩张跳动的心房 闪电似的将那七彩甲骨两心枝 从中夹出 陡然夹为粉碎 燕子苏心中抽搐剧痛 大叫一声 真气陡然尽散 被狂浪卷入波涛之中 泪眼迷糊 心中悲伤 恐惧 后悔 担忧 仿佛这海上的八面狂风 将它吹得不知悉度 恍惚中 看见吃油 嘶声怒吼 将心脏 疏然送入胸膛血洞 以法术封住 又将那两心枝 重重抛入 怒海惊涛 迎着风浪 站在船头冷冷的斜眼望他 立声喝讨 从今日起 只有与你恩断情绝 再无任何瓜葛 燕子苏啊的一声低吟 心中脚痛 泪水汹涌而出 周身仿佛被掏空了一半 空荡而巨痛 大浪奔腾 他什么力气都没了 像柳絮 像落花 随波 沉浮 又浮 眼睁睁地看着吃油驾船 消失在碧涛白浪中 听着掏声悲奏 海鸟长哭 脑中空芒 只是在重复地想着一个 烧灼而冰冷的念头 从今往后 他又将是孤独的一人 白日当空 蓝天无云 西海上风浪渐小 水天一色 避泊仓马 吃油滑行许久 嫌那铁木船破浪 太过缓慢 索性将它扛在肩头 遇风踏浪飞行 到得累时 再将那铁木船放下 跳入舱中稍作休息 他一怒之下 将心挖出 受伤破重 虽然以法术愈合伤口 但气血依旧不很通常 如此踏浪 奔行了半个多时辰 早已过了村民所说的 腰龙出没之地 四下吉木远眺 风平浪静 海鸟飞翔 偶尔有龙精喷水 飞鱼滑行 此外再无动静 吃油心下失望 存到 那腰龙不在此地 究竟会去哪里 是了 假若当真是来寻找我们的 多半会到附近岛屿 一一查询 突然一领 难道那腰龙当真 已去了白石岛 莫得想到 燕子苏 仍在岛上 心中陡然一紧 寒意大盛 直欲反身冲回 历时又想 那妖女咎由自取 我已与她 孰无瓜葛 替她担心作甚 恨恨转念她想 但脑海中 满是燕子苏 娇媚俏皮的笑颜 挥之不去 越发心烦意乱 心脏伤口 又隐隐作痛起来 吐了口气 收敛心神 喃喃自语道 她奶奶的紫菜鱼皮 咬你 我就不信你不显身 当下 将铁木船横放在波涛上 双帝后枕 仰天躺在船舱之中 决意再次相后 阳光灿烂 暖暖地照在她的身上 微风吹来 潮湿咸色 带着熟悉的海洋气息 吃油 重伤未愈 又自添心疮 在海上踏浪 奔行许久 已有些不知 此刻 漂浮海上 仰望蓝天 困乏之意 立时 勇奖上来 过了片刻 便沉沉睡去 迷糊之中 仿佛已追回到白石岛上 放眼望去 岛上人流如缩 喧闹欲废 所有村民 竟都火转了过来 正自欢喜 忽然瞧见 众村民愤怒地 瞪着他喊道 就是他 杀了这混小子 以其挥舞着鱼叉砍刀 追了过来 心中惊诧 但不愿与众人动手 回身狂奔 忽然瞧见 燕子苏 被绑附在海边巨石上 西海老祖 九针围在身旁 哈哈狂笑 那揪护竟然未死 吟笑着 捏住燕子苏的脸颊 朝着他叫道 小子 你的女人 在我们手里 老子想捏成方的 圆的 扁的 都不干你什么事 吃油心中大怒 吼叫着冲去 西海老祖等人 狂笑声中 突然变为巨大的 冰甲脚魔龙 咆哮 甩尾 将燕子苏 打得犯罪 吃油 惊不悲痛 大叫一声 默地坐起身来 阳光灿烂 满海金光 一只停在船弦上的 欧鸟 吃了一惊 鸣提振翅 仓皇逃离 吃油 惊计未定 想起梦中 想起梦中 燕子苏 哀哭呼喊的情景 心如挣扎 冷汗遍体 燕子苏 为了救自己 叛族 杀 救护 早已走上 不归了 倘若当真 被妖龙级群魔抓住 必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若是落在 那淫魔 西海老祖的手中 吃油 心中森冷 猛地站起身来 舒然又想到昨夜自己 心中历史 对燕子苏 永不离弃 而仅止一夜 便将他孤身丢弃在孤岛之上 心中登时起了 羞惭愧疚之意 莫得一阵冲动 便欲扛起铁木船 赶回白石岛 突然想到 白石岛上 六百多个村民 横死的惨状 当时怒意不发 恨恨存逃 那妖女作孽多端 万死难赎其罪 私存再三 心头 罢了 我先将他送到安全之处 从此便不再管他生死 计较已定 翻身踏浪 将铁木船扛于肩上 欲气急速飞奔 旅浪起伏 金光闪开 万千飞鱼 从他身边疏然掠过 在阳光下 闪耀着无数道 银亮的弧线 遥遥破入 避浪之中 站开朵朵雪白的浪花 不知名的巨大海兽 钻出海面 引颈长啸 灰色的鸟群 在他头顶盘旋 吃油 心下焦急 丝毫不顾海上 逍遥美景 遇风急速飞奔 呼听远远的传来 女子 惊惧的叫声 救命 救命 心中一灵 寻声望去 却见北面海上 白浪滚滚 以利而去 凝神再听 那叫声婉转悦耳 却非烟紫苏 赤油信套 难道是什么海兽害人吗 当下毫不迟疑 立时折转 脊椎而去 海浪轰然炸开 一个怪物冲天飞起 竟是一个纵横四丈有余的巨蟹 蟹壳上扳纹点点 长眼乱转 双前张五 口中喷出白目 八脚在海浪上飞速横行 朝西逃去 吃油眼尖 瞧见那巨蟹左前上 分明夹了一个三尺鱼长的海螺 色彩斑斓绚丽 但海螺壳中 却非螺肉 而是一个极为美艳的小人女子 那女子瞧见吃油 灯石大喜 挥手呼喊不已 吃油高高掠起 将铁木船往空中一抛 翻身跃上 足尖一点 借势急冲 转瞬间跃到那巨蟹背壳上 巨蟹团团乱转 脚找齐挥 却勾处不着 吃油心到 颈落初号 正好拿你活动活动筋骨 大鹤一声 莫得一掌化为手刀 凌空怒斩 青光轰然飞舞 如弯刀击砍在巨蟹硬壳上 咔嚓一声闷响 那巨蟹的后壳 灯石崩碎开来 白花花的蟹肉 如落鹰飞舞 那巨蟹拐叫一声 朝海里沉去 吃油超身飞掠 左手一弹 闭光如电 将那巨蟹 瞬间击断 反手接住海螺 一气呵成 稳稳地落在 漂浮旋转的铁木船上 那小人女子 瞧着巨蟹沉入海底 拍手笑道 活该 凝视吃油 脸蛋红扑扑地笑道 小女子寄居人族海梦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吃油心中一领 原来他竟是传闻中的 西海寄居人 西海寄居人 身高不过三尺 喜欢寄居于 西海大罗或 蟹壳之内 适应生存能力极强 勇敢团结 遇到攻击之时 群体作战 极为凶猛 手上有吸盘 可牢牢吸附于任何物体之上 背脊上三只触角 可以喷射出极烈的毒液 融化一切厌物 麻痹敌人神经 一旦钻入敌人体内 拒之不去 事宜虽然外表娇小柔弱 却是极为难缠可怕的族群 这寄居人女子若非落单 被巨蟹紧紧钳住 动弹不得 多半误须吃油相救 吃油心中记挂烟子酥 不愿盘缓 说道 既然姑娘已经没事 我便告辞了 海梦叫道 公子且慢 见吃油诧异望来 脸上一红 笑道 不知公子将于何往 吃油指了指东北方向 海梦哀压失声 摇头道 那里危险得紧 公子切莫过去 吃油一淋 脱口道 难道妖龙在那里吗 海梦提到 腰龙 是了 西海上的许多怪龙海兽 都被吸到大漩涡里去了 若不是我们逃得快 这次也要完蛋了 心有余悸 忍不住拍了拍 风盖 蜂蜓的胸脱 吃油皱眉道 悬窝 海梦道 是啊 那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漩涡 把鲸鱼 鲨鱼 小虾小米 全部都吸进去了 我们逃得快 不过 偏生遇上那群该死的斑点蟹 险些 要了我的小命呢 吃油心下大旗 自己从白石岛过来之时 虽然风浪甚大 但绝无窝流海旋 难道又是那腰龙使得怪吗 当下精神大振便要前往 海梦听他要去笔触 翘脸煞白 连连劝走 正说话间 呼听鸟声如雷 轰鸣震震 转头望去 只见蓝空中突然乌云弥漫 急速飞移 定睛望去 竟是黑压压的鸟群 惊慌失措 汹汹飞绿 东北海面上白浪滚滚 无数龙鱼高飞低掠 在海面上滑翔撞击乱冲而来 继而是无数飞鱼 异海兽 成群截队破空穿舞 过了片刻 波涛越发汹涌 突然之间 海面上多了无数的海兽续鱼 在海面飞速穿行 发出此起彼伏的怪叫声 乘风破浪而来 海梦花容诗色 叫道 公子 瞧见了吗 他们定然都是逃避那漩涡而来的 突听许多人嘀声叫道 海梦 海梦 却见一只巨大的虎皮精 喷吐着冲天水中 急速游来 斑纹糙皮上 附着了万千彩螺 贝壳 壳内 尽是不及三尺的寄居人 男女老少 一骑不住的挥手 极是欢喜 海梦大喜 对持有笑道 公子 我的族人来了 突听一声轰隆巨响 海面突然掀起数十丈高的浪陪 无数鱼兽怪叫声中被抛飞而起 相互撞在一处 血肉横飞 速速掉落 吃油大喝一声 右手抓起铁木船 左手抓握海梦 寄一身的采螺 借着那惊天海浪狂消之势 穿过缤纷交错的鱼兽尸体 朝后上方急冲而去 海梦失声惊叫 只见那虎皮精被高高抛甩 凌空翻滚 无数寄生人纷纷尖叫掉落 突然凭空响起一声震天烈云的狂吼 令人肝胆尽烈 浪墙坍塌 海面陡然崩胀 冲涌起数十丈高浪化 漫天白墨中 一条巨大的独角怪龙腾身甩尾 张牙舞爪冲天飞起 巨浪滔天 鱼兽悲乎辟 那怪龙身长六十余杖 周身冰甲寒光闪闪 如轮血眼 獠牙森森 独角如冰月弯刀 隐隐带着淡淡的血色 张口狂吼 长舌跳跃 争名凶利 冰甲角魔龙 吃油惊喜狂怒 脱口而出 腰龙狂吼声中 翻腾电冲 巨口突然变大数倍 将虎皮精一口吞入 痴痴清响 獠牙 没入斑纹精疲 鲜血鸡舍数丈来告 虎皮精剧烈挣扎 附着其上的寄居人 纷纷摔飞落海 仍有不少苦苦 吸附其上 撞击惊险 腰龙咆哮 扬颈甩身 巨口撕咬 虎皮精悲鸣声中 被疏然吞入 附着精疲的数百名寄居人 也随之消失在那 雪盆巨口中 海梦眼口惊呼 泪水荡地流了出来 那腰龙意犹未尽 飞舞怒吼 漠然朝身在半空的 痴油点冲而止 巨尾轰然横甩 惊涛狂浪 飞卷高盛 痴油只觉一股 无法想象的距离 铺天盖地的猛撞而来 必无可避 唯有奋尽全力抵挡 济世后退 但真气方浮鸡声 胸膛便如被万军重击 大叫一声 喷出一股鲜血 冲天甩飞 妖龙狂吼声中 巨尾接连飞甩 方圆十里之内 万千水柱冲天喷涌 避浪如道道巨墙 轻摇崩塌 鱼兽被旋风激浪先带 破空乱舞 血肉蹦飞 痴油 如麦杆式的飘摇悬浮 显向还生 海盟更是惊叫笛声 手盘紧紧吸住 痴油的左臂步伐 痴油 苦撑片刻 方知燕子苏所言非虚 在这妖龙之前 他唯有逃避之功 属无反击之力 心中暗净 他乃得的紫菜鱼皮 难怪 这妖孽是大荒 十大凶兽之一 竟和那赤言金泥 不相上下 热血上涌 斗志被激得越发昂扬 心头 这妖龙独角之下 两眼之间的那块软肉 必是其要害 老子将它挽出来 莫得怒吼 背负铁木船 踏风穿掠 从妖龙巨尾下 卷舞翻过 冲天而起 怒剑似的电射到 妖龙额头 右手真气鼓舞 舞到清光 从指尖 暴射飞舞 朝着妖龙 两眼间的软肉 全力击下 妖龙如雷咆哮 那巨大的独角 突然站出一道 汹涌的荧光 霹雳似的怒射在 吃油身上 吃油啊的惨叫一声 周身仿佛被利刃 突然劈开 蹦飞碎裂 身不由己的 朝后游荡飘去 妖龙怪笑声中 屈身疼舞 巨尾当头砸下 吃油此时 人多二脉 灼烧四立 剧痛欲死 丝毫不能 掉集 真气闪避 眼睁睁的看着 那荧光白虎 夹带凶利狂风 劈头几来 却屠乎奈何 正暗乎糟糕 呼听海梦 吹出一声清亮的口哨 海浪飞溅 无数寄生人 拖着彩螺贝壳 盗舍冲天 多多连声 紧紧的吸附在 妖龙兵甲上 众寄生人 一起发出 清亮口哨 如缠声秘笈 三只触角 纷纷从壳内弹出 绿江喷射 妖龙突然发出 凄烈狂怒的嚎叫 周身陡然抽紧 银白色的兵甲上 冒出万千道青烟 这置为坚硬 连苗刀 无风 也只能伤之毫厘的兵甲 竟被万千寄生人的毒液 啄穿出 无数的小洞 妖龙 唐极豪笑 顾不得吃油 在空中 发疯似的乱舞 巨尾 莫得 击在海面 狂浪冲天 将吃油卷的 朝后翻滚 妖龙 驱坛堂舞 竭力将 众计生人甩脱 但这万千小人 紧紧吸附 只有少数 被速速震落 妖龙 狂吼声中 忽然一头 栽入西海 波涛汹涌 消逝 无踪 吃油 在波浪上 急冲出 数百步 方才 调整过来 体内 剧痛 烧消 但 人多二脉 又受重伤 绝非一时 可以修复 低头 对海梦 道 多谢 海梦 咯咯笑道 你先救了 我一命 这下 总算是 扯平了 当事实 惊涛飞涌 绿浪 磨云 妖龙笔直 冲天飞去 在空中 忽然一震 一射出 万道金光 众计居人 惊叫声中 纷纷 被金光 弹射 抛弱 只有百余名 永汉小人 依旧苦苦 吸附在兵甲上 再次喷出 烧着毒印 妖龙怒嚎 力剑似的 俯冲而下 恰好朝 吃油扑来 腥臭寒风 轰然鼓舞 妖龙巨口张烈 如纵横石杖的 赤红山洞 迎头照相 密集獠牙 仿佛万刀交错 红信 如赤蛇拍卷 恶臭 咸水 似于洒落 吃油不怒 烦喜 大喝 来得正好 右手 轮舞铁木船 输得 卡在他 巨口之间 当 铁木船 急事结实 被妖龙 双恶夹击 竟仍坚韧地支撑了刹那 电光石火 琉牙交错 就在铁木船 即将弯曲 崩碎的瞬间 吃油 吃油 驾报海梦 奋起周身 真气 闪电般冲入 妖龙口内 这妖龙 被众寄居人所致 剧痛难忍 威力大减 因此 竟被吃油 抽空 从牙系间 穿过 吃油当年在东海 于拓跋也一道 不知降服了多少 恶龙凶兽 经验颇为老道 与这等凶兽相斗 最为危险的 便是在体外之时 若能顺利进入 其口腔之中 反倒大大安全 倘若 能进得凶兽肝脏 取其灵珠 无论他有多么凶狂 也历时变得 服服帖帖 兵甲脚魔龙的 独角魔力极烈 周身兵甲肩不可摧 长崖锐利 可破钢铁 据为有开山裂地之神力 他当下重伤未愈 若在腰龙体外恶斗 不出三十盒 非死即伤 事已见他 狂乱中巨口咬来 反倒大喜 尝试冲入其口中 寻击入其肝脏 取其灵珠 吃油宁申站定 长舒一口气 宁申聚气 右手挥舞奔雷刀 闭光呼啸 怒斩在挥卷而来的 腰龙长舌上 砰 长舌断裂 血光喷母 那腰龙痛极狂吼 声浪从喉中轰然冲出 如狂风澎湃 当时将吃油冲得重重 撞在上颚 腰龙体内除了那舌头之外 无一处不是坚硬浴缸 吃油在他口中东飞西撞 糖的骨架仿佛要震散一般 墨的运转真气 收住身形 在腰龙口饿上 贴滑游走 趁着腰龙嘶吼方毙的刹那 疏然冲入他的咽喉 朝下静止飞掠 腰龙剧痛白武 时而上天 时而入海 吃油在他体内奔窜 也是东摇西状 若非护体真气极强 早已撞得残肢断体 海梦吸附在他臂膀 尖叫不断 吃油清光眼 臂芒绽放 洞西豪霞 奔行片刻 终于到了腰龙肝脏处 远远的便瞧见一颗直径两尺的 颜色龙珠在肝脏中韵绿跳动 闪耀着柔和的光韵 吃油大喜笑道 他奶奶的紫菜鱼皮 瞧你现在还能如何猖狂 正飞身掠去 突然寒毛直扎 心中一脸 前方左右 三股可怕的锐利杀气 轰然冲倒 吃油面丽急处 发觉右侧敌人最为脆弱 大鹤一声朝右电冲 双掌翻飞 两道翠绿光弧 从掌心交错飞舞 合掌玄拙 书的化为一道 凛冽光刀 向那人呼啸怒斩 轰的闷响 吃油全身俱阵 人独二脉 有如崩裂一般 那人大叫一声 朝后败退 吃油强忍剧痛 急旋转身 将海梦推送到安全的角落 真气鼓舞 气刀如奔雷海啸 猛的将左侧那人 砍得亮枪奔退 最后那人黑然道 好小子 难怪老祖杀你不死 突然金光怒放 吃油眼前一花 神石疏的溃散 剧痛攻心 全身仿佛 乍奖开来一般 那金光耀眼 迷乱 恍惚之中 听见无数 凶力的猛兽嘶吼 似乎瞧见 无数凝力凶兽 从金光中 狂奔而出 天旋地转 自己仿佛 被那金光连地拔起 陷入耀眼的窝旋 朝着金光中心冲去 万千凶兽 咆哮着向自己扑来 无数血盆大口 当头是下 森然獠牙 如万刀交错 立爪尖角 四面八方 围攻而来 刹那间 他仿佛 被撕成了碎片 疼得连知觉 也迟钝起来 迷迷糊糊之中 呼得响起 这是春秋镜 是百里春秋 欲受吸魂的 念力妖镜 心中大鳞 倘若被这金光 吸入镜中 只怕再也没有 生还余地 海梦从彩罗中 踩出头来 却见黑暗中 一个先锋 倒鼓的白发老者 微笑而立 手中一面青铜镜 要射绚丽金光 吃油翻卷摇摆 在那道金光下 苦苦挣扎 一点一点的 朝青铜镜中飞去 两个黑衣男子 怪笑着袖手旁观 海梦心中 暗暗担心 突然想出一个主意 悄悄地 绕过众人身后 无声无息地爬去 吃油大喝一声 凝神俱异 心无旁骛 竭力朝后方飞退 但那金光 犹如坚韧绳索 将他紧紧缠扶 他站在金光中 剧烈震动 衣昧翻飞 突然吃得撕裂开来 断步碎薄 陡然被吸入念力镜中 大荒中高手相争 最为忌讳的 便是念力的直接对决 盖因念力相近者 如此缠斗 必定两败俱胜 而若是念力弱于对方 稍有不慎 元神为之所控 便有魂飞魄散之鱼 极为凶险 百里春秋 自视念力高强 借助念力镜的妖力 其念力更是倍增倍长 事宜毫无顾忌 妄图将吃油 一举收入尽中 却不知吃油天生慕灵 意志又极是坚定 念力之强 游在拓跋也之上 此刻经络 虽有多处重伤 但斗志昂扬 念力积聚 反倒比平素 更加鼎盛 百里春秋 一时之间 也不能将他封印纳入 心中亚裔恼怒 想起当日败给拓跋也的羞辱 不敢大意 聚精会神 全力以赴 那两个黑衣男子 瞧得老大不耐 但深知 百里春秋的脾气 不敢上前相助 一人笑道 百里千人 眼下正是要紧 不必与这小子较劲斗狠 另一人笑道 吃油小子 你看看他是谁 还不乖乖投降 吃油心中一寒 忍不住转头望去 脑中轰然一响 遍体森冷 如坠万丈冰崖之中 只见那两个黑衣男子之间 绑了一个紫衣女子 黑发凌乱 衣裳破碎蓝绿 血白的肌肤上 尽是倒倒血痕 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受了多少折磨 翘脸上淤紫了一块 脸颊 脸颊高高隆起 泪眼盈盈 哀伤欢喜 凄凉担忧的凝望着他 经脉被封 想说什么 却发不出声来 正是九尾狐 烟紫素 百里春秋 默的一声轻笑 金光震动 石油闷哼一声 朝后衰飞 百里春秋 大袖飘飘 将面丽镜 收纳其中 哈哈笑道 说得不错 有燕国王在手 我又何必动用春秋镜 声講连 government 出版本